结束第11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刘鹤走出美国贸易代表书 道别时面带笑容却又没头深说 我们认为双方没有成交之前 任何变化都是非常自然的 所以我们不认为中方后退了 Renieq吧 这个词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们没有后退 我们只是在一些文本上怎么写 产生了分歧 我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过度的反应 我们认为是没必要 刘鹤上周离开美国前 接受了大陆媒体的联访 抨击了川普升高的关税战 也透露双方在协议文本上的分歧 这除了上周文欠世界周报 独家披露取消加征关税 要不要写入协议里的问题外 另一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 也向我们节目透露 美中在补贴的问题上 存在不同意见 消息人士说 美方为监督大陆方面 对国企补贴是否合规 要求允许美方人员 进驻大陆企业内部查核 这点北京当然没法接受 这涉及了国家主权和尊严 如果让步 等于是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但美方在谈判期间再施压 正是重启了2000亿美金产品 提高加征关税的行动 中方从来不会屈服于外部的压力 美方对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套用美方的一句话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V10C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昨天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新一轮的中美关税大战打响 大陆将去年9月生效的 600亿美金自美进口产品加税清单里 原本10%的税率提高到了25%和20% 但和美国一样 6月1号以后才会实施 给双方留有谈判窗口期 只是美国又在升高局势 这份新的清单有3805项税务产品 最受注目的是智能手机 总值达432亿美金 是这次清单中最大的一笔 其次的笔记型电脑也有375亿 然而一些药品医疗产品和稀土材料 因为大陆有全球近八成的实战 只能从大陆进口 并没有列在这次的加税清单里 尽管美国各界抨击关税战升级 最后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伤害的是美国经济 但自封关税人的川普又连发了数条推文 为自己辩护 在中美谈判的对外发言上 北京一向温良攻减让 但川普冲启了关税战又欲待威胁 他们拍到几乎是破脸的谈判 北京也就不再隐忍了 本台刊播国际瑞评 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 瑞评指出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 中国早就表明态度 不愿打 但也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 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 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 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开了第一枪 当下主播康辉以铿锵有力的语调 宣读北京对中美贸易战的立场 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 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 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化危危机 斗除一片新天地 新华社播发题为 无惧风雨砥砺前行的评论员文章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声文章 题目是谁在出尔谁在反尔 文章指出 美方编制的所谓出尔反尔论的大帽子 完全是颠倒黑白 美国的强盗逻辑是 美国说的就是你们说的 要不从就是出尔反尔 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都是出尔 不从就是反尔 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 企图阻挡中国发展的步伐 注定不会得逞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 题为不要陶醉于自欺欺人的胜利 加征关税有利润可以修影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并非因中国而生 也不会因中国而终 美国为富心词强说仇 背后是另有名堂的 只是散布这种错误论调的人 大陆中央媒是火力全开 纽约时报的分析说 北京试图将公众舆论的焦点 从失败的贸易谈判上移开 矛头全指向美国的霸凌 无理和蛮横 而这股民族主义必须有所宣泄 官方甚至营造一种氛围 谈判的失败源于大陆官方 不会再做丧权辱国的事 现在的中国绝不会再做丧权辱国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 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 自去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 北京一直试图控制民族主义情绪 但在本周似乎是采取了有管制的放任 网上充斥的反美言论 更由北京店家响应 对上门的美国顾客加价25% 习近平本周则在北京 由大陆倡议下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 发表演说 这场会议旨在促进亚洲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融合 习近平的演说内容 却被解读成了反美国的霸凌与欺压 将大陆的这股民族主义推向高峰 而川普又改口了 与北京只是小吵架 谈判没破裂 对话还会持续 华尔街日报说 美中新一轮的谈判 可能在5月最后一周与北京举行 只是川普又祭出几线施压 15号签署行政命令 对敌对国家的电信设备实施紧云 同时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在贸易战之外 正式开启美中间的科技冷战 中方不掌握美方来花磋商的计划 大陆商务部的回应 对下一轮谈判能处理 也凸显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 更针锋向对